各位,在昨天的警民衝突之中,有一個警察被人用戒刀戒頸部,受傷送軟 我想問一問,到底這個警察和這個暴徒有什麼深受大恨,要謀人性命? 政見不相同,大家立場面不同 其實是一個民主自由國家,是可以互相兼容,互相尋求妥協辦法 為什麼要謀人之命?這個不可以只是譴責 這個是謀殺犯,應該將他收監,不可以保釋,然後從嚴處分 這個不可以在香港發生的事,竟然發生,令人非常痛心 幸好,警察反應快,有他的同袍,將這個暴徒抓到 好,今次證據各作,連上戒刀,連上人,現場捉到 好希望法庭,今次能夠重厭執法 不要再偏幫黃絲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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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